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俄罗斯武装力量东部集群新闻处主任奥瑞格 谢科夫忠孝表示 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取得重要胜利 背后有50多辆乌克兰军队坦克装甲车辆 其中包括德国豹2坦克和美国按阿尔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俄罗斯军队东部集群发言人谢科夫忠孝表示 在渣布罗热方向 俄军摧毁多达13辆乌军坦克 10辆步兵战车 6辆装甲车 还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 总的来说 在渣布罗热州库班前线 乌克兰军队至少损失了鲍2坦克 6辆美国装甲车 一辆荷兰YP2765型装甲 运输车 一辆捷克翻新版T7211坦克 一辆B2案型扫雷车 一辆法国VAB装甲车 还有多辆卡车被摧毁 在这一战当中 德国鲍2A6坦克 美国按RAR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都是第一次在战斗当中被摧毁 开创历史记录 根据乌克兰方面报道 在扎波罗热进攻方向 五军第一个全北约军训绝战旅 在德国和波兰受训的 第47机械化步兵旅 在前线区域 整个部队队形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时候 就遭到俄罗斯空天军 陆军航空兵的轰炸机 攻击机和武装直升机的 多轮火力突击 损失惨重直接被迫撤出战斗 俄军这一战的精彩之处 就在于打破了传统限制 极大发挥了新战术新战法优势 俄军首先以海刀实行侦察无人机 对整个前线5到30公里 乌军防空体系进行全面侦察 在开战初期 俄军就重点以柳叶刀 二型巡飞弹搜索和打击 乌军野战防空系统 命中了包括S300防空导弹 猎豹自行高射炮 在内的多辆乌军野战防空系统 在乌军丧失野战防空能力以后 俄军卡52短嘴恶武装直升机 就是打猎一样的绝对优势 一个一个去收拾 对在旷野当中发动攻势的乌军装甲部队 从整个战场图像来看 乌军应该是以带有扫雷气的 苏式装甲车辆打投阵闯开通道 鲍尔坦克和M2步兵战车 靠后支援战术 但是整个战斗乌军内部并没有协同好 在闯入雷区以后 乌军打投阵装甲车触雷爆炸 但是乌军其他装甲车辆 还想继续地向前突进 结果造成乌军整个纵对 队形混乱几成一团 被高速冲杀过来的 俄军卡52短嘴恶型武装直升机 居高临下就是一顿 涡流反坦克导弹暴揍一顿 这一战俄军没有损失一个人 损失一辆坦克 只是一架武装直升机 就重创了乌军第一个北约全训旅 打垮了德国爆二坦克 和美国按二步兵战车 取得了完全的压倒性胜利 堪称开战以来 俄罗斯军队打得最漂亮的一战 根据俄罗斯记者报道 扎波罗热前线 乌军炮兵也打出了最高纪录 一整天 乌军炮兵进行了1895次炮击行动 在乌军侦察兵和无人机引导下 对俄军摩布第70团和第291团 展开猛烈打击 导致俄军伤亡四个连 损失61件重武器 包括12辆坦克 11辆步兵战车 两门2S65榴弹炮 一门2S19自行火炮 一套道尔防空系统 一门MT12型反坦克炮 以及两架海雕10型直升机 五个弹药库等等 对于发生的扎波罗热的战斗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 亚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认为 原因就是西方军援十分不利 导致乌军承受完全不应承受的巨大伤亡 乌军没有先进战绩 缺乏战场局部制空权 最终导致俄军卡525装直升机 对乌军装甲部队 进行了一场一边倒的大屠杀式战斗 另外就是乌军将全部新兵组成的 北约军训部队第47级步履 投入战场搭主攻 结果这支全副先进武器的 北约军训旅一上阵 就被俄军联合火力搭垮 很多乌军新兵都起 价值数百万到一千万美元的战车逃跑 而那些装备老式苏联武器的 乌军国民警卫第15旅和第65级步履 在扎波罗热前线 还能夺取一两个村子 前进几公里 而被寄以厚望的北约军训部队 也是一触即溃 看起来 没有经过磨练的新兵部队 确实打不了硬仗 只能跟着搭打顺风仗 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为提高乌军在基辅 哈尔科夫等大城市 以及二线城市集结地和前线野战部队防控能力 美国再次军援乌克兰21亿美元武器装备 主要是爱国者防空导弹 霍克防空导弹 激光制导火箭弹 标马无人机和105毫米以及155毫米炮弹 增加乌军防控能力 加强乌军炮击火力 尽管俄军宣称取得了重大战果 乌军依然在缓慢而坚定的前进 在多条战线上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特别是在和俄军精锐第58集团军的较量中 乌军在付出了巨大伤亡后 成功将俄军这支主力部队赶出第一道防线 这对于基辅方面的士气产生巨大鼓舞 据介绍第58集团军是俄军一支身经百战的主力部队 长期驻扎在局势动荡的高加索地区 可以说是一支战区部队 在2008年俄格战争中 也是这支部队长驱直入 搭垮了格鲁基亚军队 让时任格总统萨卡什维利惊慌是错 在镜头面前上演吞吱领带的闹剧 在俄启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第58集团军也活跃在俄乌冲突的前线 是和空降兵瓦格纳雇佣兵齐名的俄军主力 多次对乌军造成重大杀伤 此次面对乌克兰大张旗鼓的反攻 俄军统帅部特意将这支精兵部署在一线地区 试图挫败乌军的锐气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管是出于战术还是战略考量 俄军还是选择后撤 在纵身防线重新集结部队防御 西方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在北约的权力支援下 俄军正在不断失血 大量宝贵的技术装备都损失在了俄乌战场 由于俄国内军工产能有限 不得已多次启封了苏联时期的军火储备 然而这些老旧坦克和火炮已经封存多年 不乏保养不善的情况 在战场上能起到的作用 远不如俄军近年来装备的新式武器 这使得俄军的战斗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可以说 乌军之所以能够发动大规模反攻 本身就说明俄军的不利处境 考虑到北约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急需的高技术装备 而俄军的补充手段则较为有限 因此此消彼长之下 普京20年来投入大量资源打造的现代化 俄军正遭受严重损失 而在这一过程中 北约没有正式参战 只通过输血乌克兰 就获得了削弱俄军的巨大成果 如果战场形势无法取得重大变化的话 俄罗斯将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而到底是动用核底牌 还是继续进行消耗战 途径也将面临艰难抉择 据媒体报道 美媒日前援引乌克兰前线军人的话 报道称 他们在执行反攻任务的时候 遭遇到俄军的钢铁之强 多名受访的前线乌军人员告诉美媒 他们所在的团级部队在进攻过程中 遭到俄军冰雹火箭炮的打击 而前进的路上布满地雷 俄军的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 不断在头上盘旋 一名士兵心有余悸地说 他们在等待乌军的到来 所有的阵地都做好准备 这是一道钢铁之强 太可怕了 日前 俄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显示 在乌军接连数天的进攻行动中 俄军击毁了大量的乌军坦克 装甲车和其他重型军事装备 并打死了数千名乌军士兵 无独有偶 日前也有美国政府高官告诉华尔街日报 乌军在连续几天的进攻行动中遭遇重挫 除了大量北约军事装备被毁外 还至少损失了五千名军人 由此可见 不管基辅当局如何故弄玄虚 但乌军的反攻实际上早已开始 只不过 在俄军的钢铁直墙面前 他们除了损兵者将外 似乎并没有取得可值得西方政客炫耀的战果 乌军的反攻行动实际上 是在被一再推迟的情况下发起的 从去年底的春季攻势再到最近的夏季攻势 基辅方面一次又一次的推迟反攻的时间 而造成这种结果的 就是乌克兰军队并没有做好反攻准备 谁都知道 乌军在巴赫木特的争夺战中损失惨重 再加之北约再对乌军援方面以后继乏力 因此很难再次组织像去年秋季那样的大规模反攻行动 更别指望会取得与去年烈士的辉煌战果 不过 现在的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 已经被折磨得太久 急功近利的西方政客 多渴望乌军能够发动一场像样的攻势 并取得与去年类似的战果 以此来向国内民众和舆论证明 他们的对乌军援举措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 尽管基辅方面一再向西方表明 他们的军队还没有做好反攻行动 但由于西方各国政府太渴望一场军事上的胜利 来表明自己在乌克兰冲突上所持的立场并没有错 所以 乌军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 只好貌似对军发起自杀性攻势 其实也难怪西方政客会如此催促基辅发起反攻 说到底 就是西方内部对乌克兰问题出现越来越强烈的悲观的看法 这对他们继续支持乌克兰政策上是非常不利 据媒体报道 近日 一家破具影响力且多数成员都与俄罗斯为敌的机构 在欧洲多国进行一项民意调查 但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因为民调结果显示 欧洲民众都坚信俄罗斯不会战败 也不认为依赖美国就是一件好事 这项由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出资展开的调查结果 令这家反俄智库感到不安 因为在德国 法国 匈牙利和奥地利等11个欧洲国家中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 北约能够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 但其余的约三分之二受访者则之相反的态度 而且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继续依赖美国不是件好事 并支持在战后恢复与俄罗斯的合作关系 对此 这个反俄智库在报告中非常不安地表示 如果欧洲人就此问题的讨论受到如此极端立场的主导 这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显然 相比于那些不知人间疾苦的欧洲政客 承受着俄乌冲突和对俄制裁反式折磨的平民老百姓 更能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 所以 在欧盟和一些成员国仍在跟风美国继续对乌提供军援之际 绝大多数老百姓却认为西方打不赢俄罗斯 并反对欧洲继续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 这对欧洲反俄势力而言 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毕竟 欧洲明年大选即即将来临 民众对乌克兰冲突态度的变化 不只是会给即将到来的各国大选产生深远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 为获取选民的支持 一些之前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政府 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顺应民意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 由此而造成的结果 将卢国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布雷利所言 一旦失去西方的支持 乌克兰将会在数天内向俄罗斯投降